詞曲 曲 李宗盛 好,我們大家先合作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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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 各位据大家弥陀佛 我们来看课本于十页 看这 我们顶部看到这 这些都是在说 因为印度佛教书凶书 就是这本书 印度佛教思想史 他是在说佛教 在印度原地是怎样 没有变成怎样 说这个要做什么 让你知道佛教是怎样变化 他的书凶 主要是在说他的书凶是怎样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佛教 我们现在被书到佛教 我们很多人不懂这 我们原地的佛教是怎样说 团几代后变作怎样说 团几代后变作怎样变化 团几年后变作怎样变化 有時候是越來越清澈 有時候是越來越電腦 這就是我們月不知道 如果越來越清澈你就越了解 這是這樣 以前說不清楚 我要說清楚 以前做不對 佛島時代沒有做不對 只是簡單說 最小說 佛島在印度時代 把印度電腦的東西轉過來 應該這樣做才對 現在說到這裡 後面就是在說 佛島入了半後 佛島開始演變 怎麼演變 要演變到有時候越說越非 越收越電腦 就變成這樣 所以現在他了解這個 因為我們的佛島 現在知道佛島的交理 佛島的受興方法 我們的受興 基本上有印度 印度的部分 有中國的部分 就是參著會 參的人 印度的部分 有印度外島的部分 三問保留問的部分 它含佛島 原地怎麼說的也參著會 就沒了 跟現在我們說的印度佛島 對印度帶過來中國 印度的佛島到中國 有以前傳過來的 妹仔傳過來的 也在南作會 一開始 因為佛島傳過來中國 大概是佛島 約500年那個時代 因為我們中國佛島 對漢條開始有的 那個時代差不多就是佛島已經連結盤 差不多四五百年了 那時候已經有佛島 佛島出奇大聖 那時候傳過來 就是在漢條 東漢和西漢 東漢 那時候是西元 一世紀初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已經兩千多年了 佛島入六半到現在差不多兩千五百年 差不多在五百年 佛島入六半五百年的時代 伏法對印度團來到中國 五百年的時代 那時候的團開始六百七百八百九百一千 攣到差不多一千五百年中掉的時代 差不多那個時代,差不多就沒有了,會團團都團過來了 這個旗艦變化很多,參加一些,因為印度本身也在變化 佛島在那邊,印度的佛教也在變化 團過來中國的,有時候就已經是參加過了 再跟中國的思想、關聯再參與,就變成現在的佛教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是奴士道,奴家、道家、道教 這個道又有分道家和道教,道教是不在說鬼神的 道教是有鬼神的,那是漢末 道教說張天師,那麼張道靈,他用那個五朵米教 就這樣用來,慢慢的慢慢的用來 道教就開始說鬼神,道家是不,道家是修無為的喔 他是修新的喔,但是參參的背後,參在佛教裡面 還有奴家也參加在佛教裡面,還有世俗的這種風俗 有時候也參加在佛教裡面 比如說,我們發肥常在修文,修文啦 佛教沒有在修書文的啦,佛教也沒有在念修文的 修文就用那個修器,那道教才有,道教才有修文這個東西 修書文,像修文這樣,比如說我們掛念主,掛念主這也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的 掛念主,佛教有念主沒錯,但是念主是在念佛的 但是,不然變成掛念主,那也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的 那是以前的時代,要做官的,要了解,它叫曹豬 那時候就很多,很多,其實我們現在的中國佛教 其實是參加這個東西,因為我們不知道這怎麼變化來的嘛 比如說修書,修書是南北朝的時代,變化來的 佛教的時代,佛教的時代,基本上印度就有修書了 但是佛教是突破的,但是印度人很少在殺生就是 印度人都吃修書的很多,越少在殺生,印度高也強調不殺生了 那所以,因為我們很多人不知道嘛 那越,我們說修書是越變越進步,越是越變越體步 那越是越修越清澈,越是越修越電動 這就是,我們是怎麼要了解一下 我們知道說,哦,原來的佛教是怎麼說 我們佛教的原來是怎麼說 我們現在是怎麼想,怎麼收 我們原來是怎麼收 我們現在是收到去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要知道 但是第一章說的佛法就是,原來的根本佛教 我們佛教是在說什麼 然後就開始變了,佛教露滅 大家設結局經典,開始佈派佛教 開始說,已經屬性,受性方法 那重點已經開始變化了 變化到大聖佛法 有兩章,一種就要給他修圖回來 一種就是更加世俗化 一種就是要回到佛陀的本懷 然後,避著跟印度,印度的沙門婆羅門 跟印度的婆羅門結合,避著密教 創建我們中國 跟我們中國的德教、奴家結合 就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收音方法,很多都是 因為我們出家很多都是 因為我看見我們中國的修圖方式 就是我們所謂的修行 我們在說,我們是怎麼收音 不離開,不離開幾大範圍 我們在說法會 第一,吃菜、吃俗心 就是 przykład installer家結合不一吃俗心 寺家結合不一吃俗心 よ Berkeley永不禮拜 就要吃俗心 吃俗心 這是一種 念佛 這一種 念佛 佛七 例如実零室會 fiduci 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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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種修行,你上帝總經,你上普門品,你上經講經,那就是修行 七酒,七百比酒,七零鹽酒,十少酒,七酒 一般我們講的比較主要,吃素食,吃菜,吃菜,念佛,上經,七酒 拜慘,拜慘,如果比較普遍的,例如說,你五街,北冠災街 這不是說一直都有的,但是你七街,修閃營,這也是 但是我們比較普遍的,我們另外在修行的,吃菜,念佛,上經,七酒,拜慘 就這樣,但是這也不是說不是喔,但是我們再來看佛道給你們教的,修行的重點不是在這裡 這是修行不對,但是修行的重點不是在這裡,修行的重點在什麼? 心情情,你不管是吃菜,吃菜是不需要做剩下,不需要貪口腹之欲而造沙葉,給你起滋鼻心,給你掌養慈悲心,那是對的 但是不是吃菜就是修行,你吃菜沒足鼻心,你沒得到這吃菜的根本 你只是沒去做歐夾而已,但是你心沒足鼻沒流軟,這樣不對 比如說你吃素食,你看不起萬分,酒餐人吃肉,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就適合你吃菜原地的作用了,因為吃素食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 要長養,讓我們的滋鼻心生長,就是滋鼻心起起來,扩大到一切眾生身上,乃至動物 我們現在的滋鼻心都是,對人沒有滋鼻,不需要,對動物,對鬼,可憐 最方法要求一下,要敲動,對人都沒有滋鼻,這樣不對,有法是以人為主,吃菜 尚經,尚經是為了解修行的道理,修行的方法,修行的公益 那一部經裡面,一部經裡面,都是在說,我們是怎樣要修行,是要怎樣修行 修行後會得到什麼公益,都說這個嘛,你要了解啊,是怎樣要修行,沒修行不行嗎 有修行跟沒修行差在那裡,這樣先了解,是怎樣要修行,一定要修行嗎 要怎樣修行,這很重要啊,要怎樣修行,是要從哪裡開始修,一開始要怎樣修,修到最後要怎樣修 有修行跟沒修,變化在哪裡,我怎麼會知道我有修、沒修 我每天在上間,比如說,我吃菜,我今天去怎樣吃,我四人都吃菜,比如說,我二十歲開始吃菜,我吃到八十歲,我問你,你二十歲吃到八十歲,差在那裡 心肝有越來越滋味,這樣就表示你吃菜,吃菜的公益,有修行有出力 那你上京,有的人一四人上一部京喔 有的人一四人上一部京,上京公京,今天上一部京而已,上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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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專心 你不是說嗎,上京跟他,他最常要翻車嗎 如是五文,他是胡子愛,下美國,這樣最常要翻 他不用,他翻車,他不用,他翻車 上京就是要偽到,你不用翻車嗎 這樣不用啊,上京是要偽到,要知道什麼 你知道得到你,你要知道那京在說什麼 你上一四人上一部京,當開始上的都不折,不會上的也是不折 這樣我問你,你上京有什麼作用 作用就是公益,你上京有什麼公益,你了解什麼 你沒有上京和上京進行了解什麼 有什麼變法,我們在說,我們到底是有在修還是沒有在修 想了是有作用,不然要在作用 不想問佛,不想問佛菩薩 好,拔一個背呢,我現在是菩薩菩薩 上京創了三十年了,我現在會上到一個五十年了 不然你也跟我說一下,不用這樣 自己知道,是怎樣自己知道 我告訴你 上京的金本 你受到什麼 心清淨 心清淨 它會改團 它會主宰 它會不苦 什麼叫做心清淨 怎麼叫做清淨 怎麼叫做不清淨 我現在是在說 佛法的金本得利 我們待會後來聽說 先說這個金本 佛法到底是在教我們怎麼做 教我們什麼東西 你要知道我學會不學會 我黏金沒有黏金 擦在那裡 不是每天黏也不知道擦在那裡 每天收也不知道擦在那裡 不是 看得出來 你每天吃蚵仔不知道病有好不好 蚵仔有好不好 你吃幾四人 吃到你瘋狂掉 還不知道這個蚵仔有好不好 你吃怎麼樣 你吃六腸的 吃六腸的 不是喔 佛法就像蚵仔 要遺我們的心肺 要遺我們的苦 要遺我們沦迴的這個病 主要是這樣喔 主要是這樣 所以他說 我們說的嘛 重點就在心清淨 什麼叫做心清淨 就是沒有煩惱 什麼叫做煩惱 就是在說這個 煩惱有很多 煩惱有很多 基本上 基本的煩惱 基本的煩惱 叫做 見煩惱跟愛煩惱 觀念上的錯誤 屬上的偏差 思想的錯誤 就是觀念上的錯誤 這是見煩惱 知見上的就是你的觀念不對 這樣差了 不是這樣 這個事情不是這樣 你卻認為是這樣 基本的觀念上的錯誤 觀念上的錯誤 這種煩惱 的基本就是 有一個我 有一個我 叫做我見 見煩惱裡面最主要的 根本煩惱就是我見 還有一種就是 情感上的衝動 會影響行為上的偏差 叫做愛煩惱 就是 見煩惱跟愛煩惱 這是我 這是副法裡面說的 第一種就是觀念上的錯誤 觀念上的錯誤 會引發情感上的衝動 會造成行為上的偏差 所以你的行為 你就會走進去 你就會騙去 因為你今天為了我 我需要 白人關台去死 這就會造成造業 所以開始有所謂的 灘跟蹭 我喜歡 我喜歡就好 白人沒有我都不管了 就是把白人拿來給我 我好就好 這變造是說 有灘跟蹭 如果我沒有喜歡 我就很生氣 我喜歡我就很開心 這樣 叫做愛煩惱 由見煩惱 產生愛煩惱 由見煩惱跟愛煩惱 產生種種的煩惱 這是在胡說說的 當你所有的煩惱 尤其是見煩惱 愛煩惱 沒有的時候 你就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 的境界 沒有煩惱的境界 就叫做 烈盤的境界 因為烈盤是沒有苦 但是苦是對壓來 壓是對煩惱來 煩惱是對我見我愛來 所以當你把這個煩惱去除 完全去除的時候 你就叫做解脫 你沒有生死 沒有受苦 那方法就是為了要解脫 為了要不受苦 其實是這樣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一開始就把我見我愛倒掉 不是 但是我們要了解 我們是怎麼受行 受行是要受什麼行 是要怎麼受 要受到哪裡 要受什麼 你要去家 你也要知道 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要去什麼行 要去幾樓 你也要知道 不然你要去 你叫我去一間家 你去我買一間糧 你不要看你吃什麼 要多大餐 要做什麼作用 你要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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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我去家 要去家 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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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知道 我這樣去家 是有效不效 你都要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不會 那些沒來 那些偏向 都看不到 一心都看不到 喝 你有那些 就是最聰明的一切智責 知一切法 一切地獎 發含多多大差別就是在地匪 了解一切的現象 了解這個現象 之所以會這樣的原因 他都了解 隨時也保持在很聰明 有地匪的層次上 那叫佛 我們有時糊塗 有時清除 有時智慧 有時愚痴 有時煩惱 有時不煩惱 你受傷的時間 這個地匪的時間延長 地匪的層次加深 把煩惱的時間縮低 把煩惱的程度減輕 你有煩惱就沒有地匪 有地匪就不會去煩惱 地匪不會去煩惱 這是基本說的 但是地匪要先知道 什麼是煩惱開始 可以控制煩惱 什麼是煩惱 這個煩惱是怎麼來 我要怎麼控制 我要怎麼控制 要從這裡開始 慢慢慢慢 不要煩惱 你都不知道什麼是煩惱 不知道煩惱 不知道煩惱到哪裡 不知道要怎麼控制煩惱 就像我說 你們家的東西 常常在碰面 你不知道什麼人拿去 不知道那個人對哪裡 你是要怎麼 那個菜你是要怎麼去煩 不知道菜在哪裡 不知道菜哪裡 不知道菜哪裡 不知道菜哪裡走 看著菜 晚上要怎麼抓菜 這樣你 東西不是也沒去 煩惱就是菜 叫做煩惱桌 不是把你拿在心裡 拿在家裡 重要的東西 金子 錢 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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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去拿你們刀的本舌 他說 做菜 拿你把你拿你本舌 把你頭上去彈 不要 他都拿你好的東西 心肝 裡有什麼好的東西 煮鼻 滴火 精神 这种好的德性 用于烦恼 清分心来 嘴鼻心就没了 孤期来 嘴鼻就没了 愤怒来 忍怒就没了 慢慢的就没了 越来越没嘴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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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没安定 越来越来越没控制自己 这就是你越受越不行 修行修行修行 越修越不行 离苦离苦 越修越苦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运度 现在的这本切主要是你说 夫妨人团队是跟我们怎么修 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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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怎么修 啊 没要紧 我们头儿做不对 头儿不抹 现在要做好对 现在要抹好清澈 只要我们再换 只要我们头脚又听有 头脚又知道 清澈 现在还听有 眼睛又看有 我们就有办法受行 这些跟着 这是 他知道 海 mandates不會護 onder 这些时候 大他的 Savior 我们还 Michelle 也会受行 因为你的小孩 神老 这是你的重要 你这个心有足che可以啊 啊 我们现在就是想再接 你做什么 没做的那种东西 annoyed 不知道要怎麼收行 這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在家 出家 有用功 沒用功 出家多久 但是你不賣 你就是不賣 你不賣 你就是賣 你賣了 你就一直這樣做 你的目標很清楚 你的方法很健康 你一直做去 你就一直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怎麼 我的煩惱越來越久了 我的煩惱漸漸有辦法控制了 我開始有辦法控制我的心 我開始看著 以前看著這個會噗噗跳 會起到不會吃飯 會起到咖哩順 現在不會了 現在知道這世間的眾生可憐 常常在起煩惱不知道 我以前也像他這樣 現在不會了 世間可憐 希望他每次也知道 不會自己這樣想 不會也要讓人想想 他不知道 我如果有辦法 我就幫忙 我沒有辦法 我就自己認為情節 你開始就心不一樣 你看那個人在煩惱 那個人在起煩惱 你也不是萬分理 你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可憐 他在煩惱 他不知道他在起煩惱 他不知道他在痛苦 遺漏遺漏遺漏 煩惱其實很痛苦的事情 那心是咬得很暗 但是他以苦為樂 他苦為樂 世間就這樣 你知道嗎 你會開始起慈悲心 你沒辦法想 會想你就想 如果真的也沒辦法想 你心裡會一直起煮鼻心 這個人這麼可憐 這樣去慈悲心 發動牲口 承認心發動牲口 他沒辦法克制自己 重點是他也不發現這個是錯的 他也沒有了解這是不對的 這是自我傷害 傷害別人之前 一定要先自我傷害 是怎樣 就像掛蟋要去等人一樣 你掛一部蟋要去等別人 你手要先垃圾 要先有蟋 手要先隔蟋 你的心要去迷人 你的心要先 有起這個煩惱心 那個煩惱心 一定是從你的心起起來 一定是傷害你自己的心 他不斷 所以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他不會這樣做 我可以等你 你不一定會去 我可以回到 但是我一定先回到 我一定要先去洗手 我一定要先打蟋 我等你 你又不一定會我等到 我如果沒有接受 你就對我沒有傷害 等不定嗎 一個BQ 不是一個BQ 一個外套一直去迷佛 迷很久了 佛就在那裡聽 聽他說 你沒什麼 我問你一件事 你如果送很多禮物去給人 人家都不想收 我收到回來 你送到那麼多給我 我都贏不到 你收到回去 人家也沒什麼 這是什麼 同樣 我們對白人 白人對我們 我們也是知道 你了解 我告訴你 了解得你 了解得你 那收銀 就像我坐車 不再出路 不再辛苦 坐車開 這樣開 時間到了 就夠了 那法有一個 像坐法輪 你聽不懂 那蓮子 這樣蓮子 你如果不是 搖搖切齒 這樣辛苦忍耐 這樣 很辛苦 你沒到什麼好過 很辛苦 吃麥 穿麥 飲麥 睡麥 但是心情也壞了 收音也壞了 這樣不好 真的 一死人 缺 苦 但是 心也不會解脫 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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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用功 一個用功 我每天都在大電 上 五堂功課後 又在家裡 搭著 念 但是 你的心 不知道哪裡 那貪愛的 執著的心 越來越強 貪愛的心 越來越重 煩惱的心 越來越明顯 這樣 這樣 你 中期未 中期未 也是 煩惱死 煩惱生 煩惱死 又煩惱生 要死之前 也是全煩惱 後來 又帶煩惱來 煩惱生 煩惱死 魚吃生 魚吃死 可以叫做 魚吃煩惱的反覆 我們現在怎麼要打煩惱 要有貼火 貼火叫做文思修 聽 想 做 聽清楚 想好明明 做給工夫 做給工 做給工 文思修 這樣就了不起 要做到 要做給工 就有了 你就要聽聽清楚 不知道人家這樣說 你這樣聽 聽不對 這樣不好 人家這樣說 你這樣聽 但是你想不對 這樣也不好 想想的 不去做也不好 聽要聽清楚 想 要想明明 做 要照樣做 真的就要這樣 如實知 如實見 如實修 人佛陀陀這樣說 修行就是要對替煩惱 我就有時候 控制不住 抓狂 但是我知道 我起煩惱不對 所以 但是 那個人就這樣 不用 但是 但是都要回到 我就起煩惱就是不對 我受傷就是要對替煩惱 別人 是對自己 是對自己的煩惱 不是對別人的煩惱 對煩惱 修行要對自煩惱 不是要對別人的煩惱 是要對自己的煩惱 為什麼 別人有煩惱 別人的煩惱 他們起你的煩惱 你不能因為別人有煩惱 所以 他們起你的煩惱 所以你的煩惱就變得對 不是喔 不是說別人沒有煩惱 你自己起煩惱 這是不對 別人的煩惱 他們起我的煩惱 所以我的煩惱就變得對 問題不對 但是我的煩惱是別人他們起的 所以我的煩惱就變得對 不是 你修行就是要對自己的煩惱 因為煩惱就有煩惱 你修行就是要對自己的煩惱 你說因為他有煩惱 沒有什麼 他要這樣說 他說我當然會受氣 如果是人 什麼人會受氣 你就是因為這個觀念 你就是因為這個觀念 別人有煩惱 所以我起煩惱 也是可以的 我起煩惱 所以你有煩惱 他有痛苦 所以你有痛苦 他因為煩惱 所以你因為煩惱 所以你因為煩惱 這樣 你修行 是要你旁邊的人都沒有煩惱 你這裡會解脫 要你旁邊的人都沒有煩惱 要你旁邊的人都沒有煩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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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引起你的煩惱喔 這樣你才會解脫喔 你旁邊有一個 可以讓你起煩惱喔 你就一世人不會解脫 這樣你要怎麼修行 我問你 就算旁邊的人都不會給你煩惱 一隻鳥氣 一隻蟑螂 一隻蟑螂 也會同樣給你煩惱 你不就旁邊都沒有事 你五十八十 你要怎麼去找這個 找這個 找這個警察 讓你大家都不會給你煩惱的 不可能 不可能你會了解這個事情喔 你要對你的煩惱 專門 不管怎麼看 不管多少 不管環境怎麼變化 不管這人事物怎麼變化 我只要對好的 不好的 好的也會煩惱喔 只是你比較不會去發言而已 不好的 你不好的煩惱很容易發現 好的煩惱不容易發現 所以叫做暖節嘛 軟的嘛 這個蟑螂 比較溫流 比較軟 那種蟑螂 蟑螂 比較頂 比較容易發現 那種蟑螂 那種蟑螂 但是你不知道 也是差了 但是 一般來說 我們要先對付 這個誠惡心 受傷 有夠在教 有夠在教 要先對付 清紛心 不管你是對人 對書 對東西都一樣 你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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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過 你這夾 如果沒有過 你沒辦法受傷 第一就是要知道 你是怎麼受傷 要受什麼傷 要怎麼受傷 這要知道 就是受傷 沒有離開 對地煩惱 對地自己的煩惱 只要發現自己 什麼地方 在什麼事情 因為什麼人 因為什麼原因 他們氣煩惱 都要了解到 清清楚楚 這附法 後面這樣說 後面再說 就是有因有緣 世間級 你了解清楚 你就有辦法 有因有緣 世間面 有因有緣 起煩惱 有因有緣 煩惱面 這就是這樣 這其實 如果要說得 真的 如果要說得簡單 其實 受傷沒那麼困難 沒那麼困難 但是要時間 要有恆心 第一個要先知道 要有政見 政見正思維 來之後 要有恆心 一條路 一條路而已 沒有其他的路 就這樣走這樣走 一天 兩天 落一日落二日 落三日 落四日 落五日 落六日 落七日 落一年 落兩年 落三年 落一世 落二世 落三世 落一佛 落二佛 落三佛 你就是這樣收 人家在熟悉無禮分 對 對藍燈佛 到現在的生分 中 你若以無農修經 中 是經過四十幾 四十幾尊分 這樣一尊分 一尊分 人家這樣收行 我們不是 我們今天收行 就不知道怎麼收 對人走 對人做 對人說 對人照 對人起煩惱 對人輪迴 對人受苦 對人輪迴 不行這樣喔 不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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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棄一切 不照顧老爸 不照顧老母 來這裡出街 收行 就是為了你 才有能力 能夠 有這個人 也能去 也能去 曾經照過你的 還是你曾經傷害過的 曾經傷害過你的 曾經幫助過你的 你曾經幫助過的這些人 叫做完親自助 叫做歷代祖先 我們現在 找過要到 還要超度 真的要超度 就是超度 你的貪稱吃 真的要超度 就是超 我們不是超度歷代的祖先父母 你歷代的祖先 生生世世無變化的 就是無名跟貪愛 無名為父 貪愛為母 因為有無名跟貪愛 你才會 你才會不死在輪迴 不死在受苦 生死生死 因為有貪 就有親有氣 你如果有能力的時候 什麼人遇到你 什麼人遇到你 就增長智慧 什麼人共用你 什麼人讚嘆你 他就增長功德 你若沒有 你若沒有 你 眼睛金金人相中 你就像要跟他幫忙 你想跟他幫忙 尤其是你爸爸 尤其是你媽媽 尤其是你兄弟姐妹 你就越幫越忙 你就不知道怎麼會跟他幫忙 跟他幫忙 跟他幫忙 因為你自己就不知道怎麼好 你是不是要叫別人好 你自己對這個便 你就餘不好 你看到你爸爸和你媽媽 你的親家朋友對這個便 我問你 你是要怎麼叫他 他也好 我問你 是不是 你自己這個便 你就餘不好 你看到你爸爸和你媽媽 你的親家朋友對這個便 我問你 你是怎麼叫他 他也好 沒有證件 沒有證件 他都用錯誤的方式 然後一顆水 一顆酒頭彈的水 不管你是聖經 祺酒 念母的拜祭 他不會撲起來 不會撲起來 就是不會撲起來 這 我們要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 金本事是什麼 鑭 金本是一個鑭 鑭就是心做俗的 鑭是心做俗的 心是什麼 心是怎麼做鑭 什麼叫做俗 你要了解 我們來看 好來看 現在來看 第20頁 我們看說到這裡 他說 所以他說 鑭鑭就說 總之 總而言之 總 一句話 什麼 因為 神 因為神權 就是說 這個神有寬理 可以讓你收口 可以讓你得落 不是 不是這樣 因為 你要收口 你要得落 你要有錢 你要沒有錢 你要健康 你要破片 你要家庭健康 你要家庭健康 你要家庭美女 這都要割 神到三天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割神 我們都要割佛菩薩加持 這也不對 這一樣意思 患患不患要 佛菩薩沒辦法幫你加持 讓你解脫 沒辦法幫你加持 讓你利口得落 沒有辦法 他有辦法 他有辦法的時候跟你說而已 你要怎麼做 像你媽媽又跟他疼你 你爸爸又跟他愛你 你肚子搖的時候 他只會跟你說 你要吃什麼肚子不搖 你去他的時候 他跟你說 你要喝什麼不去他而已 他沒有辦法幫你加持 因為我吃得很飽 來 你過來 我手幫你加持 把我的肉團給你 有感覺你肚子不搖嗎 沒有 不可能 對不對 更痛 更愛你 他也是幫你加 你肚子搖 冰箱有什麼東西 什麼有什麼東西 你去買來吃就好 你去打 冰箱有什麼水 什麼水 你去乘來吃就好 他有辦法幫你加持 分也沒辦法 諸佛非以水洗醉 亦非以手除重苦 不是用水來洗你的水 也不是用手加持 讓你不會受苦 都是跟你說 你苦是怎麼會受苦 這是什麼苦 這是怎麼做成的 你要用什麼方法 離這個苦 後來不能這樣做 後來還會受苦 要知道苦因 要知道滅苦之道 都是這樣跟你說而已 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要受傷 我們現在要受傷 要跟婆羅門一樣 婆羅門都拜神 看他拜什麼神而已 拜媽祖的 就拜媽祖求 拜三太祖的 就拜三太祖求 拜祭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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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祭公公的 拜祭公的 拜祭公的 那你說 我問你 法教和我 有什麼不一樣 換一句 換一句 方法都一樣 你就是 你本來 婆羅門 現在學校 把婆羅門的 彼師爐 把犯天神像 要換掉 換掉 宿舊不婚 你就是佛教徒 這樣 你原地姓德國 姓三太祖 姓媽祖 你原地姓媽祖 原地都去把媽祖拔杯 媽祖祈求 媽祖 使我身體健康 使我家庭平安 使我需要順利 使我婚姻媚婚 人就是要求而已 現在 我信我佛教徒 我不歸一天往外道 我把媽祖換掉 請掉 放一天關聖音菩薩 一樣 關聖音菩薩 使我身體健康 需要順利 家庭美女 我問你 你這個佛教徒 換成佛教徒 你換什麼 什麼都不換 什麼都不換 佛教和佛教插在那裡 插在那裡 佛教和佛教而已 不是啦 佛教和佛教 佛教和其他的宗教插在那裡 插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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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的佛教徒 你把佛教徒 把基督教叫來這裡 把佛教的叫來這裡 把佛教的叫來這裡 好 大家開始收音 基督教徒 拜亞蘇 天主教道 拜聖母瑪利亞 佛教道 拜阿拉 都給阿拉救 阿拉是一切真神 聖母 聖母是一切慈愛之母 耶穌 拜眾生受一切罪 一切功德 德高的 拜三太主的 拜祖祖的 都叫起來 佛教的 拜觀世音菩薩 拜阿彌陀佛的 拜耶穌佛的 拜地上菩薩的 大家都一樣 祈求 祿我肅順利 祿我身體健康 祿我家庭美女 念金也一樣 你念的 你念金公金 念普文憑 念地獎金 念玫瑰金 念可蘭金 念薄茄金 大家都一樣念 念念的都一樣求 求後都一樣等 等什麼 神菩薩佛 祿功德給你 給你美女 我問你 這叫佛教嗎 這不是佛教啦 你待會換一件衣 換一個行 再換一張佛 就一樣了 那就不用了 同一個一樣的就好了 去中佛 換來換去而已 不是這樣喔 這樣不是佛教喔 這樣不是佛教度 這樣不是佛教的修行 這樣不是佛提主 佛提主不是這樣修的啦 你把它想看看 我們這麼多年來 我們都要怎麼修行 我們都要怎麼修行 你想看看 你的修行方式 和信媽祖的 和信祭公的 和信基督教的 信天主教的 插在那裡 哪有插在那裡 都一樣 你念的經跟我念的經不一樣 但是都別別念經 我是念佛 你是念阿拉 你是念亞蘇 你念聖火麻利 你不一樣而已 發音不一樣而已 心態的都一樣 如果有改變不改變 都不一樣 都在那裡等 等阿 本地在這腳等 現在在葡萄手腳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沒有效 真的 我說的都是 因為我們太多的佛教堂 都是說 都電腦 偏棄啦 還不知道自己電腦到下 還覺得自己很用功 還真正 一四人都在修行 這樣可憐 真的 不可以這樣 現在開始 不知道就準備好了 不知道就沒辦法 不知道就沒辦法 現在知道了 開始修行都不會 都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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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啊我就老了 那和老不完 我沒有什麼 和老不完 你如果知道 你這樣修 從現在開始修 你多十年 你就真的修十年 你多二十年 你就修二十年 你多三十年 這樣之後 你把你現在的修行 你不用做念 你心肝常常有正念 那有說的 正念正知以待死 修行要這樣喔 這很重要喔 你要先有正信正見 你要先有正信正見 這印度佛教書雄書 現在他講的這裡 宗道政法都給你建立正信正見 他跟你說不正信跟不正見 他跟你說不正信跟不正見 是怎樣 他跟你說什麼是不正信不正見 佛教和他不一樣 所以佛教的正信正見是什麼 你要正念正知 你心頭要抓好聽 境界來 什麼境界來 都沒辦法讓你移動這個正見 你知道你這個正念正知已待死 待什麼死 老病死死 你不必煩惱 現在的人很煩惱 你聽不懂 老啊 像我這個不怕不理 我們老的時候 我們父母也照不看 老子不知道要怎樣 打拼的時候不知道要怎樣 死的時候不知道要怎樣 你不必煩惱這個 你不必煩惱這個 正念正知以待死 你在佛教 現在我們請你知道 我這樣說大家應該都聽到 修行怎麼修行應該都知道 我都掌握了 應該是有了 我講得很白的啊 對不對 你要知道你修行 那個心要放在那裡 那個褲子要放在那裡 那發言兵叫什麼 善用其心 善用啊 你不是啊 你不是啊 你這個心齁 都對煩惱這樣磋磋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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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一切現象都是怎樣 無常有為 心應原生 啊 我們要知道喔 我告訴你 這都很重要喔 你如果記起來 因為我們今天是聖杯子 聖杯子 聖杯子 你記起來了 我告訴你 你這樣營 明年 如果還有啦 你營明年 你就知道 我告訴你 你會來感恩我 我告訴你 真的 你會知道 我現在的眾生了解什麼 叫做受傷 我有得到修行的智慧 叫做法味 真的 你會覺得身心鈍然 那種不是黏忽 那種感動 震動 不是 那種是那個法 法清涼 清涼自在解脫的氣味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那種是那個 那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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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又不黏 但是 不會黏的 我們去的煩惱 塞 很黏的啦 白天 動彈不得 很辛苦 頭頭不開 家家不回 啊 一直在想苦 喝來喝來 這樣不好 所以你看 新應原生 你要了解 這切的現象 因為 你要了解 第一 它都是無雙的 它是有為的 有為的 有為的 就有身住面 有身住面 有身有面 它都有身面 它都有身面 它都無常的 它在變化 包括我們這個心窟 和這個心 都因為境界 它在變化 當你的心 看到這個心窟 和境界在變化的時候 你的心也很安定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就是 你解脫的時候 就是說 你不會遂到這個心的變化 和環境的變化 心都滷滷不動 但是這要練 這要練 因為我們每天 默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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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來 不時都有境界的變化 一切的人事物 有好 有不好 順我們的意 沒有順我們的意 但是 辛苦也一樣 早安哥好 今天就閃到 沒燈當 我不是也要閃到 閃到 閃到的時候 你說要去便宿 你就很痛苦 那就不怕 那就 拿一個椅子 這樣 突突突突突突突到那裡 還可以洗我坐廟 聽到要死 但是 那個時候 你買完蛋什麼人 你都要關 你要關這個一切的境界 你的心有對他走嗎 你要知道 這一切都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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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比如說 來煮這裡 輪到我在煮的時候 我很用心 白人煮 青菜煮 你開始就騎了 啊 為什麼 我對你們這麼好 你們都對我這麼不好 你要留下來 一切人事物的變化 你要讓你的心 保持在智慧跟慈悲上面 那叫什麼 七寶如來 我發現說七寶如來 從地湧出 對你的心地裡面 像水這樣 像泉水這樣 一直流露出來的 都是慈悲跟智慧 你要經常關上這個 要經常觀察喔 經常觀察 你經常有這個心 你善用其心 在一切人事物上 了解 了解一切都是元氣的 因為這後面是在說元氣 了解元氣的 了解無償 但是 你這個不斷增長的慈悲跟智慧 那是五分法身 界定會解脫解脫之間 那 那不會變喔 辛苦 身心變化不掉了 五分法身是不會變的喔 你們請哈克 你們請哈克